無良暴力討債 被害人受不了燒炭自殺 走在前面的這個人 他自稱為天道蒙舞蹈會的大哥 平時以暴力討債和經營職當遷堵為生 這造成被害人 因為在故壓力 而燒炭自殺生亡 這個被害人生前還被他和他小弟 射信號彈灼傷 可惡的布置這些 在被害人的脖子上掛上鞭炮 那威脅如果5000本要反潛 他們就要給他們鞭炮 警方經過一年多的收證 將他們欺負到案 今後無法送辦